你今天来找我 到底想要说什么 我 我想问你 你到底有没有帮穆紫云去陷害瑞华 我曾经解释过 可是你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了这一切 既然不相信我 你到底有没有帮穆紫云去陷害瑞华 又何必再来问我 高姐 我从遇见你的那一刻起 我就选择完完全全地去相信你 甚至是这一刻 以至于未来的每一刻 我都想去相信你 所以你能告诉我 你和穆紫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是实吗 余芝 你对我的信任已经没了 就像我们的对戒 失去的东西 无法再找回来 所以 今天我说的再肯定 对你来说依然是不确定的 我 无论我是否参与过表姨的那些事 我和她之间的血缘关系 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而这一点 在你心里 会是一根永远拔不掉的刺 既然如此 我们又何必再去接触对方 去伤害彼此 可是我 你对我的信任已经没了 你对我的信任已经没了 就像我们的对戒 失去的东西 无法再找回来 这样感觉会更协调的 这样感觉会更协调的 真好看 你看 你画的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我觉得 你很快会康复的 你真好看 小姐 真的没想到 还能再见到妈妈捡起画笔 做设计的一天 她的进步真的很大 不再像以前跟个小孩子一样 她现在不但能想起一些事情 而且还能说出很有逻辑的话 我想 这大概是解铃还需寄铃人 也许只有你才能治好她的病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 这些年 我亏欠你们母女的太多了 我很清楚 不管怎么弥补 都抹不掉这些年 我对你们母女的伤害 我以前一直深陷在恨你的执念里 不过最近 我慢慢想通了 你确实做了很多错事 不过有些东西 不是说斩断就能斩断 无论我再怎么回避 在妈妈的记忆里 永远都放不下你 你能这么想真好 小姐 我从来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我就不能奢望你 真的把我当成你的父亲 但是毕竟我没有血缘关系 我希望你不要回避 我给你们的补偿 好吗 血缘关系确实回避不了 就像你跟吴小慈和高慧的情感 还有血缘也一样没办法斩断 你说是吗 对 我不会骗你 我对不起你跟妈妈 但毕竟我和吴小慈 也有二十多年的感情 而且还有卉卉 我明白 我不想未来的人生里 有这么多的怨恨 你回去跟吴小慈 还有高慧好好过吧 妈妈已经在好转了 你心里也不用有负旧感 只有放下过去 才能有空间留给未来 小慈 谢谢你的宽容 谢谢你的宽容 莫子宇 我那钱该给我了吧 你还真是啊 不知道认清楚自己的位置 前脚就败了自己家的公司 后脚就来找我这仇人要钱 你也好意思啊 我本身就是个无赖 找你要钱是很正常的事 再说 你以为我们家弄成现在这样 找你要钱都是轻的 一分钱都没有 行了 少跟我跟这儿装算了 你现在是公司的新老板了 随随便便签个字就是个大数 还敢说你没钱 再说 咱们现在还是夫妻呢 就你那些钱 有一半都是我的制度 你又在外面欠钱了 我已经找律师要跟你离婚了 你也别想着 拿我当提款机用 沐子云 咱们现在不是还没离婚呢吗 而且我也不打算离婚呢 是 我是在外头欠了钱 可能也是咱们夫妻的共同债务不是吗 你有义务替我还这笔钱 行了 别废话 赶紧把钱给我打过来 休想 休想 我告诉你沐子 我可不怕把事给闹大 怎么着 要不一会儿当着你那下属的面 咱们把这账一笔一笔给算清楚了 行啊 那我就如你所愿 我这就把下属们叫进来 把你这个垃圾给我赶出去 你等着吧 你可想让我走 门都得要告诉你 干什么 干什么呀你 你可可可 表姨 表姨 小姐 表姨 我们毕竟还是一家人 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啊 他们给你打电话 本来我不想叫你来的 但是非要让我留联系人的电话 我又没有别人可以找 所以 别说这些了 伤到哪里了 给我看看 没事 小姐 好不容易 都听到你叫我一声表姨了 我们毕竟还是一家人 不管出现什么事情 我们都会在一起的 你才是我最亲爱的 对不对 表姨 先不要说这些了 阿芷 阿芷 阿芷你来了 芷 你可算是来了 这个女人真的是太狠毒了 你看看她给我挠她 余光华 你说谁呢 这不是你吗 我说别人对得起你啊 我先送你回去吧 你看看她一样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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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这次是老妈太冲动了 还闹进派出所 给你丢脸了 要不至于丢脸 你在外面又欠了多少钱呀 至于搞木子云要钱 那这回你可误会了 我之前是太混账 可是 公司也完了 你奶奶也住院了 我不能再混账下去了 我就想了这么一个主意 我天天去找木子云要钱去 能抠一点是一点 抠出来 留给你跟你奶奶花 这次的事啊 幸好没闹大 以后别这么干 闹大的对你不好 是是是 给下次呢 也注意 占了战术 你这现在伤疤还没好呢 就策略下一次 好了 伤疤忘了 你什么时候斗过木子云啊 哪次赢过呀 那也不能就这么饶了她呀 那我能拖她一点是一点的 行了 现在这些事情啊 你就别惯了 最重要的是照顾好奶奶 哎 这是我听你的 你放心 你奶奶那儿的 我肯定会照顾好 我一定做一个二十四孝好儿子 阿植 阿植 阿植你慢点儿 你等等爸爸 爸爸都快追不上了 爸爸说话不算数 我再也不要敌爸爸了 阿植 不许任性 爸爸已经解释过了 是因为工作忙 才没有来得及 参加你的开学典礼呢 好了 阿植啊 是爸爸都对了 开学典礼这么重要的东西 我爸爸都会到 可是爸爸已经尽力往回港了 虽然没干啥 爸爸向你道歉 你能原谅爸爸吗 爸 作为补偿 爸爸带你跟妈妈出去旅游好不好 你 说话算数 说话算数 爸爸向你保证 以后所有关于阿植 重要的 爸爸都不会缺席 行吗 拉宫 拉宫 不许是小狗 好好 拉宫好 保证 一百年算数 谁说话 这是小狗 哎呀 你是不知道 今天整个开学典礼都追个小嘴 就是因为你没来 看来在小雨里的眼里啊 爸爸你的话更重要 妈妈也不要 爸爸妈妈都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 不要和爸爸妈妈一辈子在一起 好 好 一家三个小一辈子都在一起 好不好 行了 藏奶奶去吧 来 来 来 余迟 余叔叔 哎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董事长 说不定有能帮上忙的地方 阿植 高小姐这么懂事 你刚才什么口气啊 余叔叔 您叫我高会就行了 好 好 奶奶 怎么样 今天好多了 你那手怎么拉 还不是你 我这事儿没什么好说的 高小姐 早就听说你是一个很厉害的设计师 现在这个社会 像你这么懂事大方的小姑娘 不好找了 阿植 你可得抓紧了啊 我告诉你 你要是让 是 你来帮奶奶按摩 你看这孩子 阿植啊 你陪高小姐出去走一走 你爸爸在这儿就行了 嗯 记得把水喝了啊 嗯 我送你出去吧 董事长 余叔叔再见 再见 嗯 这真是般配啊 妈 你说高会这孩子家庭比锦那么好 能帮得上阿植不少吧 你看 你自己选的慕子云 为了利益结成了婚姻 最终啊 就被利益给覆灭了 当然也有我的责任 在感情问题上 我们俩都得吸取教训你 谢谢你啊 还来看奶奶 不用客气 对了 你最近有余裔的消息吗 我给她打了好多个电话 她一次都没接 我上次见她 也是在医院 因为质押股权的事情 心情不太好她 这件事 我也有责任 你说什么 她也是为了慧心系列 为了整个相亲组的业绩考虑 我想帮她 但她不接受 我哥有她的骄傲 估计她现在也在想办法吧 不用担心的 她一向很有决心和办法 希望这次也一样 好 云云 你给我起来 我来把酒给我 把酒给我 来 你看看你的事情 还像那样子吗 你还像不你家人吗 奶奶现在还在医院里 瑞华就靠我们两个人 你自己躲在这儿喝酒 怎么了 ,我不能喝酒吗 我现在除了喝酒 我什么事我都做不了 好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来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把瑞华要做大 做强 我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我要成功 可是我 我精心策划 我步步为营 最后呢 慢慢结束 瑞华是被我自己亲手给毁了的 够了 你还知道是你亲手毁了瑞华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要质押股权 到底有什么理由 可以让你外面人还在虎视眈眈 你拿瑞华的胃来开玩笑啊 这跟你没关系 不关我的事 是 跟我没关系 但是你欠奶奶一个答案 奶奶那么伤心 你一个人在家里喝酒 你以为我瞧不起你 你瞧不起我 你有什么资格 在这个世界上最没资格 瞧不起我的就是你 要不是你为了那个高洁 你不听我的话 一而再再而散地帮助那个高洁 慕紫云怎么可能有劲可撑 是你一步一步把瑞华推到悬崖上 是你蒙面了自己的双眼 是你 把瑞华给毁了的 是 我是有错 可我不会逃避我承担责任 你是继续在这喝酒 还是跟我继续承担这个责任 你自己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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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磨蹭了一个月的设计啊 高设计师 你还真让人失望啊 这次的珠宝设计在形态上 和文艺复兴雕塑建立其内在联系 借鉴了雕塑的手法进行创作 理念和弗利普特尼亚的 威缩纪念戒指相似 但也有我们自己的特色 是我们团队反复推敲的成果 沐总如果有什么更好的提议 我们还可以再改进呢 依我看 这个系列产品没有修改的必要 这本无药可治 沐总 我们最终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都是做出让市场认可的珠宝 如果你一直保持这种不良沟通方式 导致产品出不来 谁来担这个责任 我要的是能快速批量地生产 尽快为公司带来利润的设计 批量生产的珠宝 跟高端定制是两个概念 我不需要什么天马行空的设计概念 我要的就是大家能够认同的大众风格 我们惠心系列一直是以精致和固执性著称的 就是因为我们不一样 所以才有一批忠实的客户 沐总 你的观念我不能接受 设计是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如果我们和市面上千篇一律的珠宝豆一样的话 这有所黑心的品牌 不接受 接不接受由不得你 高贵 我有必要再提醒你一次 我是凡思瑞华的董事长 新一季的产品由我来做决定 爱惜我 我当时很好奇 如果你母亲抄袭别人作品的事情被爆出来 那你就成了落架的凤凰 到时候还有没有羽毛可以珍惜啊 还有吗 我要是你的话 我就认清楚现实 乖乖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按上次的要求做设计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可以出去了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啊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啊 又有什么事啊 高决的事啊 对不起 无能为力 不是 我知道不该麻烦你的 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孟子芸处处跟我作对 不支持我的工作 她也不让我辞职 孟子芸处 你在瑞华这么多年 行了 要我工作上的事你也别来找我了 我没兴趣跟你玩 利用和被利用的游戏 孟子芸处 你看我的样子不就知道了 菲菲 你决不振 还是有件什么更好的形容词 也是给你打电话 不光是我自己的事 也是因为我真的很担心你 关于股权抵押 导致瑞华被受狗 我真的很抱歉 但是或许我能帮上你们忙 所以 好了好了 什么都别说了 我帮你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还有 以后 不用来我家门口的工作 我对你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 当我的关心不缺再问 为何最熟悉的人 非要变得那么狠 变得连做朋友都不能 你怎么来了 我这么多天不回家 我要是再不来看看 你给我走开 你 怪女人 你干什么 高海 你别忘了 你有今天的成绩 我在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 而你倒好 你现在是在自毁前程 你知道吗 你说够了没有 不管她是风是傻 她是我女儿的母亲 我只想帮帮她 她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她怎么破坏我们的家庭 我下次 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 我不想跟你生活在一起 你什么意思 我们离婚吧 你 你 你啊 我 你咱俩 你去 我左手 我 获得了第一名 才得到了一个参加圣罗朗大赛的资格 你明知道我现在根本没有设计的能力 这次的时光之轮也是出于你的笔下 当然你才有资格 虽然设计的署名是咱们两个人 但是灵感和构思都来自于你 设计大赛比例又不是绘画能力 而是设计理念 无论天赋 我自认为没有你有灵性 可是 好了 不用担心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说过 你呢 就是暂时失去画图能力 又不是失去设计技能 我也会想办法帮助你的 如果你仍然不能够 恢复画图的能力 那么在未来 我愿意成为你的双手 帮助你完成所有的设计 思成 我很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可是 你明明是一个那么优秀的设计师 又拥有一个 燃燃上升的水智瑶工作室 你没必要为了我 那么放低自己 不用担心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说过 会用未来的每一天 让你放下心房 真真正正地接受这段感情 再说了 你获得成功留在水智瑶帮我 那我几步爱情事业上丰收了 这把 是我这个做老板的转 你也会开这种玩笑 以前是我让你了解的太少了 以后 我会对你毫无保留 这次去海外替雷总找蓝宝石 我们一块去 替雷总 采购蓝宝石虽然要紧 但公司也接了一堆案子 没有一桩是可以延后的 你又是水智瑶的老板 也是设计团队的核心 没有你坐证怎么行 放手让团队去实践也不是为一个好的办法 总之 让你一个人出国 我不放心 我只是去保湿交易中心挑选 那边也非常安全 而且 我也希望你可以给我一点空间 好吧 你说服我了 那你先去保湿交易中心找蓝宝石 如果需要去矿区 必须等我一起 好不好 好 嗯 咱们 就给你一块 咱们 沟姐 好 咱们 待会儿 暗 子儿 老 tragen Indigenous 我们都在一起 这就 meget 了 好 我们好 我们来 好 好 余先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已经不是瑞华的员工了 而且我跟你 也应该没什么私下的交流啊 我实在是想不到 你用什么理由到这儿来 我今天呢 是代表林雪女士 解除定制组 与瑞华所有的房屋租赁合同 简单来说呢 我要拿回丁制组 合同选在这儿 怎么 这么着急就要把瑞华抢回去 准备回炉重座是不是 想得太美了 这合同的租赁期限 还没有到日期呢 你就想把合同拿回去 那么容易啊 好 你不签也可以 那我们法庭上签 我奉陪到底 这么说 我还真是没有不签的理由啊 不过 考虑的权利总是有的吧 所以 小鱼先生 你先请回吧 那合同就放在木棱这儿了 先是你爸爸 然后是你 轮着番地来刁难我 我可是把你们鱼家的人看得透透的 不过还好 不过还好 高洁听我的话 选择跟你分手 选择跟你分手 我和他 我们才是一家人 我说什么我做什么 他都会无条件地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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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我对你的了解 比你想象的要多 我是吗 如果你跟高洁的关系 真的如你所说的话 你大可不必跟我说这些 你越是强调你们亲入一家 就越证明你自己没有信心 况且我进这个门之前 我都已经决定了 高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 重新了解 静候佳音 我喜欢买到一个设定 filho найд 不 ijk 唱 唱 高姐 我没有办法阻止自己去思念你 那就再让我努力奔向你一次 因为我不想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今天早上做什么事吗 高杰在哪儿 高设计师他不在 还可以根据这个转转 高杰 于直 高杰在哪儿 高杰不在这儿 你不告诉我自己找 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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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吗 高杰 高杰 我知道你不想离我实力所应当的 毕竟 毕竟 毕竟我听了 听了别人的话 对你做了那么多蠢事 我 我不知道被原谅 但我想跟你说的是 这段时间里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 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着你 我这次来想跟你说的是 但是 我们能不能把之前那些不愉快 全都搁置下去 我们坦诚相待 我想重新认识你 重新认识对方 能不能给我这次机会 我每分每秒都在想着你 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你 请你给我这个机会 余芷啊 没想到你平时高冷扑克脸的人 也能说这番话呀 你怎么在里面 高杰呢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 我来水账面试 要通知你吗 我来水账面试 不过你诚心诚意问我 那我就认真负责地告诉你 那你知道高杰去哪儿了吗 我说的不是这件事 我是想告诉你啊 刚才是故意不给你开门的 目的就是为了搞你 真欺负高杰呀 把他害得那么惨 反正 我是不会告诉你他在哪儿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郁芷 高杰确实不在这儿 你请回吧 我联系不到高杰了 能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吗 既然他不愿意联系你 你又何必不放过他呢 我说小余总 你就放过高杰吧 你把他害成什么样了 他连设计能力都没了 求你高抬过一手 放他一马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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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打烧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你在做什么 怎么又喝酒了 我也不行 可是我太委屈了 会不会我好委屈 这么多年 我对你爸爸是什么样子 你都看在眼里 可是他居然这么对我 爸爸怎么了 我知道你们最近一直在冷战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门 你想跟我离婚 我绝对 绝对不可能跟你离 离婚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